拆下冷气滤网仔细擦拭灰尘 夏天一到民众往往会清洁冷气 吹起来更凉更干净 新北市现在也寄出新政策 新北市经发局针对服务业者及商家 推出市价七折的空调保养方案 预计整台冷气清洗后 可以有10%到20%的节电效益 保养后约可降温2到5度 但可不是人人有 这波预计能保养1750台空调 节省约37万度电 大约是102个私人小家庭的年幼电量 对店家来讲多少有帮助 还好还是要比价 对那就是 看完他打完七折之后的价格 是不是很优惠这样 是好的啊 觉得其实应该再更多吧 因为应该现在疫情大家都希望 有更多优惠啊 或是有更多好康 可以再加个两三千万 疫情冲击做生意不容易 店家当然希望优惠越多越好 尤其这笔经费来源是经济部发的节电奖励 是新北市民共同努力的成果 但没办法扩及所有人 让议员认为预算使用不够完善 你为什么不当初就设定好 让更多人来享受这样的服务 譬如说折扣了不同 或者等等其他的方式 让更多民众应该要全民来享受 这个节电的成果 而不是只有这样少数人 清发局新闻稿上不忘写上 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民众想要有优惠 只能先抢先赢 TVB新闻黄冠伟离庭 新北参谎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 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同时再发现